首先取出机器与安装配件。 就以这台4.2米的箱货来给大家做安装示范。 将主机放在合适的安装位置。 固定安装板。 用燕尾丝来固定安装板。 4.固定好4个安装角。 用开孔器打通两个安装孔。 5.接着打通主机固定孔。 7.取出主机固定螺丝。 8.将主机上4个螺丝固定。 9.取出25卡固固定排气管。 离出热风口最近的位置接排气管。 一定要固定结实。 10.取出25卡固固定进气管。 11.取出油管将油管截取一节印象冒头。 12.将油管与金油口连接。 先用油泵套靠住油泵。 13.将油管与油泵连接。 13.及油路的安装顺序。 14.固定油箱。 M8针头将油箱针孔。 先从油箱里取出所用油壶嘴。 然后找一个吸铁丝。 15.接着拿出卡固固住出风管。 15.把出风管与主机连接固定。 15.再拿出一个卡固。 15.把旋转风口固定到出风管。 15.取出线数。 15.将主机插头与线数插头对接。 15.接上机器的开关。 15.最后连接电瓶。 15.加热气的电源线。 15.红线接电瓶正气。 15.A线接电瓶复极或者打铁部分接点烟气。 15.注意,进气管与排气管管口方向一定是朝后安装。 15.仅做参考,请大家留个红心。 谢谢。